马上来关心天气方面的讯息了 今天一大早好天气维持不到几小时 北台湾就开始降雨 而受到了原规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在北部东北部地区的云量增多 如果路径没有特殊的变化 那么气象局预估在今天晚上8点 恐怕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 而接下来明后两天的雨势也会更为明显 包含了北部东半部地区甚至是恒春半岛 都容易出现豪雨或者是豪雨以上等级的雨势 还有气象专家特别提醒 原规台风它超强的环流范围 加上内若外强的季风低压特性 即使暴风圈不至于触入 但是台风最强的部分还是可能会侵袭台湾 大家千万不可轻忽 青天白日国旗飘扬 双十国庆从一早的好天气隔没多久就变天了 受到原规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北部东北部上午十点左右 云量增多开始下雨 甚至还听得到雷声隆隆 会在今天晚上8点左右 就会发布了原规台风的海上警报 主要就是针对巴士海峡这个区域 台风不直扑影响反而更大 民间气象团体台湾台风论坛解释 因为峡管效应 台湾海峡附近的风力会很强 包括北北基东部地区都要慎防长风 还有原规台风的超大环流 内若外强的季风低压特性 即使暴风圈不会碰到台湾陆地 但台风最强的部分却会侵袭台湾 领风面的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还有横春半岛 在11 12号这两天 是容易会有局部的大雨或豪雨 甚至是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一个情况 雨区将从东北部或极北部东部 气象局预测 11号会有豪雨发生几率 沿海外岛风势也会增强 12号全台有雨 东部雨是会更加显著 现在台湾周边除了原规台风 和海南岛附近的狮子山台风 今年第19号台风南收 也在太平洋海面上生成 目前形成三台共存的局面 虽然三个台风距离台湾都有一段距离 但原规台风的外围环流 对台湾恐怕冲击不少 周一下午到周二离台湾 最近要注意共办环流 可能给东半部和北部山区 带来治灾性的降雨威胁 记者中报道 我们继续带您看到 在台北市今年同样也有 市府前广场的升旗典礼 而每年的重头戏嗡嗡包 这次因应防疫只开放 五百位民众到场 采渔媒艇市的发放做法 每个人是做定位之后 游市长柯文哲亲自走过去 发送嗡嗡包 可是先前的宣传不足 很多上网登记成功的民众 没注意到必须要有前五百名序号 所以到场之后就被挡在门外了 柯市长坦言数位落差宣传不够 但被问到了蔡总统的国庆文告 谈两岸关系 他却是超担心失言 只说自己闪过很多话后 发现还是别讲好了 戴着口罩高唱国歌 台北市府前半升旗 柯文哲亲自来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只是看看现场市议员 只有民众党和国民党到场 民进党议员依旧全部没出席 为了防疫 今年只开放五百位民众入场 但有许多人收到登记成功性 却搞不清楚 还得有序号才能到现场 这次首度采取渝媚定式发放 所有人做定位 让市长亲自走到前面 来发汪汪包 但柯市长被问到 蔡总统文告要演讲两岸关系 柯文哲这回关好嘴巴 国庆日怕失言 但想讲的话且在表情上 一切尽在不言中 高雄凤山黄埔新村 在国庆日这一天也举办了升旗仪式 成为高雄唯一的大型升旗典礼 过去不少住在眷村的民众 都跑来现场共襄盛举挥舞国旗 让现场是旗海飘扬非常的壮观 而另外为了迎接国庆烟火 还有人提早两天前 就到了中列祠摆好脚架 甚至是全天候守候在原地 要抢占最佳拍摄地点 国旗歌磅礴奏乐 群体人员举手经理 末世国旗缓缓生气 郡村协会举办升旗仪式 今年已经来到了第三届 而也是高雄今年唯一的 大型升旗典礼 那现在很多地方 不太重视国旗的问题了 那所以每年的国庆 我们都会在这边 举办升旗典礼 除了升旗展现爱国新 民众也自掏腰包 购买110名国旗 眷村旗还飘扬 相当壮观 中华民国110年生日 所以我们悬挂110面国旗 另外屏东北大武山 就登山口也有登山客 自发性升旗 整排国旗随风飘扬 众人内心激动不已 而国庆日重头戏 不止早上的升旗 晚上即将到来的国庆焰火 同样万众瞩目 民众抢攻最佳拍摄位置 钟列词早在两天前就出现 站位人潮 两三天前就过来这边 北部的中部都提早 叫人家卡位 从景观台到下方平台 脚架已经排排正好 还有人漏夜守在一旁 昨天下午五六点就过来 你就睡在这边 只是不论以何种方式 庆祝一年一度的特殊节日 都让国民感受 欢乐气氛 也留下难忘回忆 借高雄屏东 综合报道 配合防疫的关系 今年国庆大会 进场官吏人数缩减 但是维安等级 是一点都没降低 将近两千名警力投入戒备 不只是在各个入口处 架射了安检门 在总统府的屋顶 还部署了特勤狙击手 以及枪声侦测器 要确保安全无余 而在警服门旁边 却还是出现了独派和统派团体 隔着巨马相互呛瞎 甚至有民众前来闹场 最后被带回派出所 国庆典礼还没开始 这名男子却不满疫苗政策 先来捣乱 大批的园警立刻上前劝离 但没想到他又跑回来 二度闹场 甚至不断对着园警呛瞎 我不能热吗 我热不行 你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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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走 这种托机的行为 把他带走 管束带走 这种托机的行为 而不久前还有一名女子 同样也借此来调达诉求 疫情是假的 不要小鸡头 我都败钱了 我是奴役 是变生命 好了 好见 据于在警服门中边 同样部署了大批警力 统派和独派在管制区外 隔着巨马互相呛杀 也险些爆发冲突 这是我托机的 怎么样 快来了 讲真实的东西 本来就干擦了 乱来了 你们都不知道说什么 幸好最终就是雷声大 雨滇小 而维安要做到滴水不漏 北市警局就出动了将近 两千名的警力戒备 出入口还设置安检门 就怕是有人夹带 危险物品 不行啊 鱼 要是破 不是啦 我们怕下雨 要走路怕下雨 要昏了 不只地面 制高点更是维安管制重点 好几组特勤狙击手 就部署在总统府的屋顶 特别的是还有枪声侦测器 第一时间就可以掌握到枪手位置 而今年国庆典礼规模虽然缩小 但是维安等级一点都不敢放松 就是要确保一切都能够顺利进行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好几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